好像一段煎啦 沒有加熱它是比水 做出來的牛奶糖麵 慢慢的嚼 愈嚼愈香 它的奶油其實是很清爽的 香料的味道 就是真的像披薩的皮 就它那個筋度 會比較高的 好 大家好 我是張家巴 看到我桌上滿滿的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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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吃過麵包嗎 應該都有啦 小朋友應該都有吃過 或者是 國中早上就吃點麵包 就甜甜肚子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看到我們這有五樣麵包 那其實這個是花我們 新時間跟新買來的 因為這家店是非常的紅 它叫八年神仙蛋糕 那其實呢 他們最近在蘆竹 有新開一家店 所以我們就趕快跑出去 趕快跑過去買了一下 然後就買一樣這五樣 它裡面最招牌的是這個 牛奶糖麵包 那我們等一下會一一介紹一下 其實我之前都有吃過他們的蛋 欸 麵包很好吃 進行第一樣的麵包 OK 我們呢要來介紹第一樣 牛奶糖 它的外觀其實是很像 那一個羅宋麵包 它上面一樣是裹奶油 然後旁邊是有點羅宋的麵包的形狀 然後它這一個賣是70塊 那它其實是非常大的 大概跟我的臉有得比囉 而且你聞 喔 麵香耶 好 那我們馬上先來試吃看喔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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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它的剖麵 感覺是很漂亮有層次的感覺 嗯 嗯 它用鮮辣 沒有加任何一筆水 做出來的 牛奶糖麵 哇 而且它就是用 所以都會充滿了 濃郁奶香 香甜綿密啦 外出內丸 但是 純脂硫香啊 哇賽 其實是我剛吃它的麵包 一咬下去 它的麵皮是緊繃的 就它不會讓你很蓬鬆 然後會有點很柴 是很緊張嗎 還是很緊繃 就 很緊繃 壓力很大 沒有就是很 就很緊啊 就緊緊的咬下去 就會讓你有 繼續想 繼續把它咬下去的感覺 對 有點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吃的那種 石頭麵包 哇 就是很紮實 對 我好像也有吃過石頭麵包 對對對 硬邦邦的 它不會硬 嗯 它是軟的 但是就是 是紮實的 這個老闆說他們的那個 嗯 麵粉啊 也都是國外的 國外的 牛奶 我看它的門 門口是放那個 北海道鮮的 哇賽 成本下很重 哇 肯定 老 老闆很有大愛 就物操所值啊 嗯 那其實你剛看到的就是它上面是奶油 然後帶有鹹味的奶油 那它其實底部 它連奶油都是國外的 真的假的 外國的奶油 我很喜歡吃奶油 就連單 單吃我都很喜歡 就是 就是一定要有點柔軟 然後夾在麵包裡面 然後喝起來 烤 烤下然後就很好吃 對 因為他說它是頂級奶油 我覺得這個物操所值 那它百年老店是 它百年老店 它其實 它是用 應該是說 他們是用 開了才40年 從1970年 但是它是 傳承了百年 頂時了傳統的手法 堅持做原來的原始 原來的食物的精神 所以經過這40多年的洗練 而且 百年師傅的巧手 讓這個麵盤發酵飄香 經歷了40多年 牛奶糖就先介紹這裡 那我們換下一樣麵包 一想到麵包 你會想到什麼 一想到麵包 我會想到 什麼 波羅麵包 很多小餐車啊 或者是一些 85度C啊 7幾乎都會賣 也有一家麵包店 不賣波羅的 yes 那這個 多少錢 22塊 22塊 其實 算很 它算清波羅 沒有包任何東西 好啦 那我們這個波羅麵包 它其實很蓬鬆很綿 還是得要吃吃看 好 吃一口 嗯 慢慢的嚼 愈嚼 愈嚼 它的奶油其實是很清爽的 它不會到很油膩 破洛麵包都是每個店的都會有一個的破洛麵包 那就不再多說 我們換下一樣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乳酪披薩 它們呢是 把披薩變成 麵包的感覺 你從這裡看 看下來 滿滿的都是乳酪 而且是一顆完整的喔 是有乳酪的 好 那我們馬上來吃吃看 好 那我再加吃一個乳酪 它的麵皮類是披薩 然後有香料的味道 嗯 就是真的像披薩的皮 嗯 就它那個筋度 會比較高的 嗯 會咬起來會比較Q 嗯 Q彈 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你一般去外面買披薩 一個披薩 很多耶 披薩也要兩百塊吧 嗯 那它這個 這個我記得好像三十幾塊而已 而且披薩太大就吃不完 對 然後它就很單純的就是乳酪而已 嗯 那其實它有 我去買的時候它不只有乳酪披薩 它還有其它口味的披薩 哇 多樣性 多樣選擇 你可以去做你喜歡的單一口味就好 對 那它的乳酪是很濃的 對它會讓你吃得到一顆一顆像老鼠一樣 嗯 嗯 很不錯啦 意識麵包的感覺 OK 那我們換下一樣麵包囉 OK 我們再來介紹大蒜麵包 它的大蒜麵包 上面是青蔥 就是 青蒜 那它的麵皮 它是採用的是法國麵包 它外型偏硬 你看喔 好硬 好硬 那我們馬上來試試看 喔 牙齒腰很好 好 我個人比較 我會先把它 放在我嘴巴裡放軟 這樣就找不到 喔 喔 我邊嚼我旁邊的嘴巴在卡卡卡卡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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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像法國麵包耶 很像 去法國吃的法國麵包 對 其實我剛剛是沒有切到大蒜的部分 但它裡面還是會有大蒜味 嗯 那它的大蒜味是清淡 不會太重 它其實 雖然很硬 但我就要多咬 訓意 訓練 訓練咀嚼嗎 對 但是老人 小孩是 我覺得可以切一切啦 對 要用整半咬 或者是放到濃湯裡面 對 對沒錯沒錯 就把它烤一下 就讓它變更硬 然後放在玉米濃湯 南瓜濃湯裡面配 我覺得是很棒的 嗯 就會更吸收湯汁 我覺得這個是 喔 想不到翠先生吃喔 想像你去法國的感覺 一杯的法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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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法國的風情都在裡面 叫 很有誠意啦 就它做這個法國麵包是很有誠意的 好 那我們再來換下一個 吃完正餐要吃什麼 點心 點心 它裡面有賣點心 喔 因為它是蛋糕嘛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它的點心 那我們接下來是甜點喔 看到粉紅色就粉紅泡泡就亮出來 我從外表看它其實有點像台式馬卡龍 那它一個單價是50塊 那我們的加購價是一個10塊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囉 先來吃草莓的好了 嗯 草莓不會衝擊 它的 就它的草莓不會像一些草莓蛋糕會有這這 然後它也像色素 它裡面其實有 砂糖的甜味 然後 奶油的 香味 然後它上面是做酥的 你咬下去這樣 咬 咬 那我們再來吃它的是黃色的這個 我不確定它是什麼口味吧 原味吧 嗯 配上原味 不會到死甜 它對我來說是不會到死甜啊 它這樣我本人是有在喝糖的 然後 它的麵皮是會 脆脆的 脆脆的 然後之後會慢慢的融化融化 融化 那它就是蛋糕體的意思 就真的很像台式馬卡羅嗎 嗯 那就是以上介紹的 五樣 甜點 它的招牌啦 它其實招牌不是只有牛奶糖 嗯 它還有 那個 什麼 那個 大家比較多的團奉 我也拿牛奶飯 今天影片到這裡 五樣 麵包推薦 那記得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任何Ez影片的同時 雙下巴 我們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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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 這種 示範 氣